大家好,我是Patricia 今天买了一大块比目鱼 看看肉多好 我们现在把它切一下 我们今天想先来两块煎着吃 不错 这个厚度可以了吧 两个同样的 挤出来 挤干水分 这样煎的时候它不会崩的到处都是 好了,放在一个盘子里 在比目鱼排呢 我们今天要做一个香煎比目鱼 我们先给它 用一点底味 用蒜盐 先给它稍微腌一腌 一会儿 一会儿再去抹 现在先倒上去 然后呢,我们主要就是蒜盐和这个黑胡椒 没有什么 其他特别的 不要弄得太复杂 这个就是它的原味 很好 然后呢,再倒一点这个 橄榄油 给它稍微滋润一下 正反两面一会儿都给它抹一抹 OK 好了,现在我们就把这些调料呢 给它抹匀 正反两面 互相之间都有味儿 就这样 简单的腌制差不多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腌制这个 底木鱼的时候呢 我们准备几颗大蒜 如果这块太大 就可以把它稍微改一点刀 切一半就行 这样就差不多 放在这边 胡萝卜你喜欢放点的话呢 就切成一种 大片 一会儿煎呢,容易熟啊 还是要吃一点菜的 准备了几根这个芦笋 这样跟它一起来煎 好 材料很简单哦 就这几样哦 你可以搭配小西红柿啊什么的 你爱吃的都可以 自由搭配 现在呢 我们还准备一小块黄油啊 用不了这么多 还有呢 我刚刚剪 从地里边剪下来的一根这个 Rosemary 迷迭香 好了 现在我们再等几分钟啊 把那个鱼再腌一会儿 我们就可以开始煎了 腌了十来分钟啊 我们现在就可以 开始煎了 煎的时候 我这个是橄榄油哈 先倒一点橄榄油 然后呢 为了增加它的香气呢 我们还要放一部分这个黄油 这样呢 煎出来的鱼呢 更香啊 这都已经腌得差不多入味了 这都已经腌得差不多入味了 非常好 好 我们现在就直接把它放进去 同时呢 我一般呢 喜欢放这个蒜头啊 蒜头就比较去腥啊 这些 所以 我们可以把一些爱吃的 这些配菜呢 都之前放到鱼边上 一起煎啊 我们又有菜又有鱼 不粘锅比较好啊 我没用铸铁锅 因为我怕它粘啊 所以呢 看上我们有多的地方啊 割这些菜 又是一个扁平的一锅 一锅粗 全有了 好 先那么煎 这个 rosemary呢 可以最后再放一层 这个 rosemary呢 可以先搭点水变 来提点味 待会再放进去 好了 我们再去 盖上鱼馅也就把它 把它 把它 煎熟 看看我们这煎了 差不多有两三分钟了啊 看看怎么样啊 可以不可以翻面 一定要一面煎黄了以后再翻啊 嗯 还不错 还不错 挺好 我把这条鱼给它分过来 好 继续煎 看看我们这个菜呢 因为都没有割任何的调味料 我们可以加一点点 就撒上一点点的蒜盐 给它们调一点点味儿 这个也很香的这个菜啊 都已经熟了 这芦笋都已经熟了 我们先把它加出来 这样都省事儿啊 菜都也不用炒了啊 你把胡萝卜也都加出来啊 很香啊 那个胡萝卜 等于是油炸胡萝卜啊 给它出这个肉的香味儿 哇 馅子出来了 看看这个鱼怎么样啊 煎的焦黄了一点 我们现在就可以拖了 关火 出来的时候要保持这个鱼的完整啊 千万不要弄断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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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道香煎笔木鱼就做好了 非常的香啊 闻着满屋都是这个香气 因为我们有放那个用橄榄油和黄油 然后又有这个蒜香 还有这些菜的香气 好了 可以开吃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